从纽约到香港 从香港到台湾 这两班班机跟它同机的人总共有626人 其中308人进入台湾 那么里面呢 更有18人是跟它一路从纽约到台湾的 在这将近17个小时的接触当中 感染几率大增 而针对这个香港转机到台湾的班机 跟它坐在前后三排的旅客总共61人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掌握到23人 继续是我们的追踪报道 台湾首例H1N1澳洲籍患者已经确诊 而这名澳籍感染者搭乘的就是这一班 国泰航空CX-468班机从香港飞抵台湾 航空公司接获消息 第一时间赶紧确认同班机所有乘客 根据了解这名52岁的澳洲籍船一 5月17号先从纽约搭乘国泰CX-831班机飞往香港 机上总共有300名乘客 4位机师以及14位空服员 而感染船一就坐在经济舱41H的位置 前三排 后三排乘客 共有56人都列为高危险群 紧接着澳洲籍船一再搭乘国泰CX-468班机 转飞台湾 机上总共293位乘客 两位机师 13位空服员 而62K的机位 前三排 后三排乘客 总共有61个人 同样也列为高危险群 两班飞机总共626位人员 现在通通列为追踪名单 不过其中 纽约飞往香港的831班机当中 还有20位乘客都是前往台湾 其中还有18位都喊澳洲籍船一 一起再搭乘CX-468班机 飞抵台湾 等于是提高双重感染机率 另外两人则是自行搭乘CX-464 抵达台湾 有一些人是跟他连续两班飞机 都一起坐过来的话 那这些人的感染风险 是相对上是提高的 比起只跟他坐一趟飞机的人 风险是更高 你的风险跟你的接触时间 是成正比的 不仅同一座舱 就连连续接触三小时 以及同一间厕所使用接触 感染几率也会大为增加 除此之外 澳洲籍船一在香港 等待转机的两个小时当中 到底接触过多少人 一时之间恐怕难以估计 这件转租为台北采访播到